接受战旗 由我们红线队长接受 好 向后走 29区区主任全员到齐 立委蔡锦隆亲自授旗 宣示国民党内台中市长初选 正式动起来 接下来各区主任将会成为蔡锦隆的左右手 深入各区请听民意 蔡锦隆动算 动算 蔡锦隆动算 一盛盛的动算都是表达支持的心意 在支持者的拥护下 众人先在国小礼堂进行逝世大会 最后沿着人心道徒步走向党部 进行初选登记 蔡锦隆动算 蔡锦隆动算 是 去哪里 一百多位先任工会理事长 继承车司机 以及我们现在的五大工会 都愿意站出来 代表着继承的心声 民心思辨是我这一次竞选 觉得一定要出来参选的主要理由 因为台中市民希望新人新政新气象 所以我们希望台中市有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蔡锦隆动算 完全登记 唱着蔡锦隆自己填词的竞选主打歌 志工团及支持者在党部前展现气势 初选登记完成从武昌起义到新时代开始 现任市长及立委的保卫之争 谁胜出将会是一场应战 吉隆军台中采访报道